深思台观众 你们好 我是眼科专科医生 邓维达医生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经验 如果看着天空或正式的墙 会看到视野出现黑点 丝状飘浮 这些都是属于常见的 一般我们叫做非蚊症状 究竟非蚊症状是什么呢 其实非蚊症是眼睛的现象 很多时候的成因是因为眼球 里面有一个像啫喱状的玻璃体 而这个玻璃体里面 很多时候会有些纤维细胞的积聚物 所以当我们看着天空或正式的墙 细心留意 就会看到一点点一绝细的黑点 这就是一般我们叫做非蚊 其实大部分非蚊的症状 都是一个良性的现象 也不代表眼睛一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还有很多时候就算很年轻 十几二十岁那些人 都可以有这样的所谓非蚊症状 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特别小心留意呢 其实当出现一些非蚊 突然间增多的情况之下 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如果我们一般的非蚊症状 比平时突然多了很多 就要留意会不会是眼睛里面出现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眼里面玻璃体出血 视网膜出现一些撕裂 甚至乎出现一个视网膜脱落的情况 所以如果出现一些突发性 非蚊症状突然间严重了 其实是需要找眼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看清楚视网膜有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尤其是有些人 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会增加了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心近视 一般我们600度以上就叫做心近视 又或者如果家里有些家族成员 本身是有视网膜脱落的病历 又或者本身就有些糖尿病 而又有些糖尿上眼的情况 再加上如果糖尿控制得特别差 这些有时都会增加了眼中出现 刚才所说的玻璃体脱落的风险 好 多费联系 最糊了 mày 你 至于 咨 感谢观看